节目一开始我先说一个好消息 再说一个坏消息 这样我们为了大家的心情先说好消息 是啊 好消息就是咱们东北经历着入秋以来的 强度最强 范围最大 持续时间最久的雾霾天气 基本上算是结束了 对这两天的雾霾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 终于要结束了 但是我也知道你马上要说的坏消息是什么 就是雾霾走了 冷空气来了 没错 其实也正是冷空气的光临带来了大风跟降水 才让雾霾推长 对其实就在前两天我们东北地区经历雾霾的时候 冷空气也已经汹涌地入侵了内蒙古中东部地区 昨天内蒙古局地的气温降幅甚至已经达到了19到20度 现在这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冬移 也就是说降温雨雪的重心将逐渐转移到咱们东北这嘎道 这个过程降温会达到6到10度 尤其是24号和26号早晨 吉林黑龙江多地可能迎来下半年的初雪 我不知道我们辽宁的初雪会不会马上就来了 据观测这个气温将会比常年同期偏低 真的要准备好入冬迎接寒冷了吧 哎呀气温这么降身上这么冷 也敌不过我现在心里的那种不寒而厉害